長相奇特的果實 這就是俗稱刺苦瓜的木憋果 屬於東部山區原生植物 也是族人的傳統食材 老人家認為這個可以吃 他們就會種 現在就沒有人種 很多人都不知道那個東西可以吃 主人表示木憋果都是以青果 或是葉子搭配蝸牛或是排骨煮湯來吃 但是台東農業改良廠研究發現 木憋果熟成之後 果實內的甲種皮所含的茄紅素 是番茄的70倍 這甲種皮我們可以把它做成果汁 或者是我們可以把它當作 就做成燉 燉飯 我以為是加了番茄汁 可是吃起來的味道是完全不一樣的 他的感覺是有一點點清甜 有點像青木瓜 青木瓜 然後尾巴有一點點乾 帶一點點 沒有自己的苦 不管是燉飯還是燉湯 或是打成果汁 現場品嘗過木憋果的民眾 都感到相當驚豔 台東農改廠也將木憋果推廣給農民種植 希望可以成為台東的特色作物 並研發成為台東的特色餐點 記者文教採訪報導 文教採訪報導 記者文教採訪報導 文教採訪報導 文教採訪報導 谢谢观看